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2024全球军力排名 2024全球军力排名出炉 美国第一 中国排名第三 根据国际军事网站全球火力公布的2024年全球军力排名 美国仍然位居第一 俄罗斯排名第二 中国排名第三 台湾则排名第24 评比标准包括军事单位数量 财政 后勤能力和地理位置等 美国和中国在火力指数上相差不大 但美国的空军优势较大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火力指数差距较大 除了地理位置外 中国大陆在其他项目上都强于台湾 报告还指出 台湾在可用后备军人数上名列全球第三 而全台军事人力约为258万人 占全台人口的10.9% 以色列排名第17 略逊于伊朗 乌克兰排名第18 显示在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未投入权力作战 世界上军力最强的10个国家是哪些 以下是排名前10的国家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韩国 英国 日本 土耳其 巴基斯坦和意大利 世界上军力最弱的10个国家是哪些 以下是排名最末的10个国家 不单 摩尔多瓦 苏里南 索马里 贝宁 利比里亚 伯利兹 塞拉里昂 中非共和国和兵等 当然 以下是新的全球军力排名 排名第10的是 意大利 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以其多功能性和现代化而闻名 它的陆军 海军和空军都装备了最新的武器系统 并且有着优秀的训练和准备 在全球军力火力指数中 意大利排名第10位 但其经济实力和可用的后备军人数使它保持在该排名 排名第9的是 巴基斯坦 未经过严格的战争测试 但巴基斯坦的军队有着出色的装备和训练 他们的陆海空三军都充分准备好对抗任何类型的威胁 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排名第9 主要因为它具有大规模的人力和坚固的防御攻势 排名第8的是 土耳其 土耳其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 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土耳其军队具有各种类型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 在全球军力排名中 土耳其位居第8 而在北约成员国中排名第2 排名第7的是 日本 日本自卫队备受尊敬 以其卓越的训练 现代化的装备和强大的后勤支持能力受到赞誉 日本自卫队是全球规模第七大军事力量 对于维护本国和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排名第6的是 英国 英国军队历史悠久 将传统和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 成为全球最尊敬的军队之一 从设备到训练 英国军队都代表着最高标准 在全球军力评比中 英国名列第6 排名第5的是 南韩 韩国的军事力量 以其尖端技术和专业人员而著名 其在国防技术和训练中的投资 使其成为全球最恶劣环境下的主要防御力量 在全球军力排名中 韩国位居第5 排名第4的是 印度 印度军队是亚洲的主要力量 其规模和能力在全球都位列前茅 印度军人接受过严格的训练 装备了先进的武器和设备 在全球军力评比中 印度排名第4 排名第3的是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 投资额大 拥有大量的后备人员和先进的武器 困扰中国的挑战是广大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战场环境 即便如此 在全球军力火力指数上 中国仍然位列第三 排名第2的是 俄罗斯 俄罗斯军队的规模 能力和精力几乎无人能敌 作为全球最大的和大国之一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群体 包括步兵 装甲 航空和海军部队 在全球军力排名中 俄罗斯位居第2 排名第1的是 美国 美国军队无疑是全球最强大和最成功的军事机构 从训练到装备 从规模到全球部署 美国军队都代表了最高的军事标准 无论是陆军 海军还是空军 美国在全球军力评比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 美国军队无疑是全球最强大和最成功的军事机构 从训练到装备 从规模到全球部署 美国军队都代表了最高的军事标准 无论是陆军 海军还是空军 美国在全球军力评比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 美国陆军 美国陆军拥有大量先进的装备 包括坦克 装甲车辆 无人机系统和战术导弹 陆军还拥有大量各种类型的兵员 包括步兵 特种部队 工程兵和侦察兵 此外 美国陆军还强调军事训练和士兵的体能 谨慎选取其官兵 并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 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是全球最大 最现代化的海军之一 设有大量的航母 驱逐舰和潜艇 这些都是全球军事力量的象征 美国海军在全球海域的存在和优越性 使它在可能的冲突中处于有力地位 美国空军 美国空军有着一流的飞行员和先进的飞行器 包括先进的战斗机 轰炸机和无人机 美国空军常年保持战备状态 随时准备进航全球范围内的空战 此外 美国的军事预算也是全球最大的 2024年的军费开支达到了惊人的7320亿美元 这显示了美国对其军事力量的持续投入 并显示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对军队的承诺和支持 总的来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由其人员素质 超级装备 强大的后勤支持 以及庞大的军事预算共同构成的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 还是在战争中 美国都有能力保护其公民和盟友 同时也有能力对其潜在的敌人构成威胁 2024年 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仍然是全球领先的 该国的军队规模 能力和经验 几乎无人能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之一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集体 包括步兵 装甲 航空和海军部队 对象导弹的研发 仍是该国军事发展的重要领域 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俄罗斯正在进行一系列军事现代化项目 包括新型飞行系统和导弹防御破坏器的开发 此外 根据2024年美国国防预算 美国正努力阻止俄罗斯的军事侵略 以应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 俄罗斯的军力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陆海空三军 还表现在了网络战 心理战 及电子战等新型领域 此外 俄罗斯军队还强调以兵指挥制 信息化建设 智能化作战 和精准打击能力的提升 虽然俄罗斯的军事预算比美国要小得多 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推进其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无论是在国土防御 海上力量 还是国际行动中 俄罗斯军队都显示出 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其强大的军事能力不仅守护了俄罗斯的主权 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际的和平与稳定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中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无疑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 全球军力排名第三 是全球最大的军队之一 是一支拥有众多现代化装备 战略能力强大的军力 中国的军队 以陆军 海军 空军和第二炮兵 现战略支援部队以及其他保障部队为主体 具有全方位的军事能力 中国军队的存在 维护了中国的国土安全 领海安全 以及领空安全 陆军 中国的陆军是全球最大的陆军之一 拥有大量现代化的主战装备 如主战坦克 装甲战车 以及各型火炮等 拥有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 以及坚实的防御能力 海军 中国的海军拥有一支现代化的舰队 一支精锐的海军陆战队 以及一支技术先进的潜艇部队 海军的存在 使中国在海洋战争中具备了强大的作战能力 空军 中国的空军是全球最大的空军之一 拥有大量的现代化战斗机 轰炸机以及空中预警机等 具有全方位的空防能力和打击能力 战略支援部队 中国的战略支援部队 主要负责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 网络航天等高科技部队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在武器装备 人员训练 以及军事科研等方面的投入 都相对较大 中国的军队 以其丰富的人力资源 强大的技术装备支持 以及坚实的军事实力 在全球军力排名中稳居第三 总结来说 2024年全球军力排名出炉 美国仍然位居第一 俄罗斯排名第二 中国排名第三 台湾排名第二十四 这表明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军事力量中具有重要地位 各国的军事实力与其经济实力 装备水平 后继能力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中国在全球军力排名中排名第三 但其在陆军 海军和空军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能力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在军力排名中 意大利 巴基斯坦 土耳其 日本 英国和韩国等国家也排名靠前 显示出其在军事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 此外 军力最弱的国家包括布丹 摩尔多瓦 苏里南 和索马里等 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是全球军力最强大的三个国家 他们在军事装备 训练和预算等方面都具有全球领先的优势 这些国家的军队都代表了最高的军事标准和实力 能够保护其公民和盟友 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 全球军力排名不仅反映了各国的军事实力 也反映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地人政治的演变 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我们应该关注各国的军事发展和军事合作 以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